开车简单停车难 我相信停车问题一定是很多人的老大难问题了 有没有一台车能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今天我就来到蓝色港湾的吉胡的体验店里边 来看看在蓝港这么一个停车非常困难的地方 旁边这台吉胡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这台吉胡RF-S的high版 它的自动泊车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在车上 然后去操控它进行一个自动泊车 而另外一种就比较高级的 咱们一会儿再说 咱们先来去感受一下这台自动泊车 在这样一个侧方位的停车里边 前后都是柱子 看它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咱们现在上车开始吧 首先咱们就来看看这种相对比较简单的侧方位停车 这台吉胡RF-S能不能很顺利的停进去 其实它的APA自动泊车的启动方式还是挺简单的 只需要在上边看到它识别出了一个车位 然后点一个开始驳入 你就什么都不需要管了 然后这台车在整个驳车的过程当中 如果识别到车或者行人的话 它也会自动的去给你一个进行一个暂停停在那 并且当危险解除以后 它又会继续驳车动作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看一下这种相对来说还比较窄的 前后有柱子的这种侧方停车 大概这是第二把 我估计这一把应该已经能很成功的进去了 OK成功 而且这台车还会 而且这台车在停好之后 还会自动的去给你调整一下 这个车辆的距离前后车位的这个间距 我觉得整体体验下来还是挺不错的 而接下来咱们就去挑战一个更高难度的 人不在车上 并且两边非常紧 几乎人下白车的时候 用手机控制它自动泊车 看看它能不能成功的挺好 除了在车上的自动泊车之外 这台几乎Alfa S还有一个特别帅的功能 就是我可以在车下来遥控指挥它 去进行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自动泊车 这个场景我觉得 其实要比在车上自动泊车呢 更有一些应用场景 比如像现在 他们身后这种非常窄的车位 把车停车去人几乎很难很体面的下来了 用这个功能 这台车就可以 可以说几乎不需要你来操心了 而且它还可以不仅能停进去 当你需要出来的时候 也可以同样用这个软件 一点车就能自动的开出来 给你开到一个空旷的地方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 其实真的是方便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尤其是像现在 在这种大商场地库里拥挤的情况 真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能够看到 它在整个停车的过程当中 是几乎是很平顺的 并且有人有车在经过靠近它的时候 它也会可以进行一个自动保证安全 同学来说 体验感简直满份 而且刚才我们在侧方位停车的时候 也试了一下这个功能 其实我觉得对于它来说 简直小菜也给了毕竟这么挤的车位 它都可以很顺利的停进去 在侧方位停车的时候 它几乎也是没有任何难度了 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这台几乎上面的这套自动泊车系统 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智能了 甚至它连这种非常拥挤的车位 让你下车之后再去驳车 这样的功能都去给你讲到了 而除了之外 我也想给它提供一点点小建议 就是它可以在手机上 用一个这种遥控器的模式 让人来操控它的驳车的角度 或者说位置 我觉得这样用起来可能会更加的人性化 但是总结来说的话 这套系统绝对能够帮很多停车不太好的人 解决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了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来了 你们是会去使用自动泊车呢 还是更喜欢自己来把车停到停车位里呢 不能去告诉我